人类现在是在进步还是退步 所谓的那种远古时代的那种智人讲起 如果我们就是按照精华论来说 我们是从内心人一步一步变过来的 甚至是从猿猴或者是沸沸 星星 甚至是从星星变过来 达尔文的精华 我们之前呢 当你是星星或者是智人的时候 我们是有厚厚的毛的 然后这毛呢 到现在就是看不到越来越少 其实我们有些人毛浓的 就是像老外 他的毛比较浓 就是西洋人 中东的那些活 大家觉得他还没有进化完 我们都说他们是属于没有进化完全的那种人 然后到底这个毛多毛少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我们都知道含毛是干嘛用的 那含毛是为了排汗 我们的我们身上的 所以他是为了调节我们身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啊 对调节温度嘛 就是你像狗他只能用舌头排汗 调节他自己的温度 只能用舌头来降温 然后他身上虽然很厚的毛 但他这毛是不具备那个排汗功能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毛孔呢 其实又排汗又排湿 还排病毒 就是我们不好的气体 其实都是从这个毛孔里排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毛越来越少了 我胳膊上基本上看不到几根毛 含毛也稀稀拉拉的 腿上的毛还稍微有几根 就是毛的数量到底决定了什么 现在人秃头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连头发上毛这个毛都开始往下歇了 你女生也有 然后到底毛多好呢 还是毛少好 其实毛多我们都知道 毛多它保温嘛 那冬天保温夏天防热 就是隔热嘛 你就太阳晒不怕热 要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晒 就是皮肤癌啊 什么紫外线危害呢 以前如果毛多的时候 很有可能我们是不需要穿衣服的嘛 然后我们这个毛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 不用怕冷 不用怕热 不用怕紫外线 不用怕那些蚊虫 很有可能它们就叮咬不了我们的皮肤嘛 那现在我们的毛越来越少 还有很多人现在选择退毛 就是把原本有的毛都给它退掉 撕还不解恨 还要用激光把那个毛孔杀死 那到底毛它是一个好的 还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感受下来 好像毛的优点比较多 只是它 只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喜欢剃毛呢 是因为觉得它不够美观 是现在人的审美需要把这毛除掉 但是毛呢 它其实是有很多它对身体的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这个事呢 就是让我想到之前那个51区的那小灰人 就是造访地球的那小灰人 这到底小灰人它是来自外星球 还是来自我们的未来呢 人类的未来 因为小灰人它跟我们的人的形是很像 就是它更矮 更瘦 它没有寒毛 它没有任何的毛孔 没有任何的 对它没有任何的毛孔 它没有任何的毛 它就是个皮 对 它没有任何的毛发 是不是我们 是不是小灰人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呢 如果我们再这样 毛再减少减少减少 我们是不是会减少成小灰人这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灰人来是留了一些信息的嘛 那有可能它现在还在51区里头 有可能它在某一个神秘研究所里 我们国家不是也有很多神秘研究所吗 搞不好它回去了也有可能 就是也许它来了 它告诉我们 留下这些讯息 我们都觉得它在扯淡 因为我们很多人觉得这小灰人来 是不是为了探地球的这个资源啊 为了以后侵略地球啊一类的 但实际上人家可能是 可能小灰人真的是我们未来来的 来提醒我们 是不是人类都很悲哀妄想症 对啊 因为小灰人就是 小灰人其实是他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彻底没有了 就是就是他们完全就是会被病毒侵害 会会没他就没有毛发 他会被病毒侵害 他会他没有生殖系统啊 他他我们最开始 为什么很多人说 呃被外星人带走 是研究他就是要生孩子这件事 就是跟他杂交要生孩子 其实他们就是已经没有生 没有生育能力了 他们这个种族要灭绝 他们就全靠人工合成孩子 这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很多人选择人工受精这个生孩子这个途径呢 因为很多人怕疼啊 这个不打自己生毁身材 找找别人代孕啊 然后人工人工尸管婴儿啊 现在很多人生过孩子就选了尸管婴儿 然后还甚至以前不是那这船马上就一克龙出克龙 就不用生孩子就拿你皮肤细胞把你自己克龙出来就好 你觉得像不像慢慢慢慢慢慢像不像我们再走入小灰人的这个这个地步呢 毛没了没有了免疫 然后太阳一晒我们就见光死了 这但凡有点紫外线你都得死了 然后你不排热不排毒 你所有的病毒都包含在体内 可能只能靠粪便和和尿液这个排特别少的毒而已 其实我们的皮肤的汗线系统是排最多我们身体毒素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些小灰人就我们我们慢慢的生育也是靠合成的嘛 就是这简单啊因为不怕疼啊 现在人都怕疼 还得还还十个月捧着他 对就就简单点人工受精人工合成就好了呀 以后就不生了 以后慢慢这个就退化了 就是你就看吧 我们人类一步一步发展下来 毛越来越少 然后我们越来越仰仗科学 我们所谓的科技我们所谓的科技产品 我们所谓的一切 包括我们那些保养品也好 然后这些针灸按摩这些都是外界 都不是发从内往外的 就是一个供需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要发展 就是因为有人有需求 然后有人有需求之后他们就发展 发展了之后呢 这些人的这些人需求就一直循环嘛 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 因为因为有人不运症嘛 不运症的人就想要有小孩 所以他就开始发展了 用胚胎可以生小孩 可以干嘛 然后有人找人代孕 或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在 科技就一直延展延展 到后来就可以克服了嘛 然后就可以直接 取你的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copy出来了 就是 其实我觉得都是供需问题 就是只要有人有这样的需求 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这种 这种怎么讲 欲望 慢慢就会有人伸出这种 帮你解决欲望的方式 到底这个欲望是谁给的呢 对 就是其实我们原本是没有这些需求 都是 好比你周围旁边谁听说了一个事 别人告诉你的 电视上广告看的 故事听说的 都是 别人来影响你的 哎呦 谁人工受孕了 那个 简简单 找别人 怀孩子 现在就是因为太贵 所以没普及 这 代孕这事 如果便宜的话 早普及了 问题是怎么可能便宜 因为你想啊 我们 你要别人的肚子皮去那个 很多人他只是在乎的是这个血统问题 就是这孩子的基因是我的就好 我不在乎这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尤其是男的 男的不是自己生的 他只是基因是他的 他更没感觉而已 只要基因是他就好 因为一直都是别人在做这些事情 谁跟他根本没有感觉 然后这些所谓的妈妈们呢 以后就是越来越爱美 爱美他除了毛 爱美他用各种东西 爱美他很有可能会选择我不要生孩子 亏我身材 我这找人代孕就好了 只要他有钱能负担得起 他绝对会找人代孕 然后呢慢慢就变得 女人不再会生孩子 退化这技能退化了 然后以后我们就变成小灰人了 然后要去别的星球去研究以前的人 因为对于小灰人来说 他研究我们就是研究他们的历史 就是我们是没有像他们那么退化的厉害的 退化 对啊 他们来找我们研究 就是研究我们为什么还保有了这些能力 然后有毛孔 还能排毒 然后有生殖能力 还能生孩子 他们在研究为什么我们有毛 我们能生孩子 他们没有这件事 对我觉得 到底我们人类从毛多的那个智人时代 发展到现在这个光宝乌毛的这个感觉 我们到底是进化呢 还是在退化呢 因为你想啊 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个单向的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双向的一个 一个进程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发展了很高的科技 我们现在有很牛的通信设备 我们发射卫星去了 去了外太空 我们连我们自己地球都没研究清楚 我们连自己的 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研究清楚 我们就想去 就是还没学会走 就想学会跑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科技很牛 我们的人也在进步 我们的思维也在进步 其实呢 很有可能我们人在退步 我们所谓的这些科技 它只是泡泡而已 这些科技能有什么呢 能帮助地球什么 能帮助整个宇宙什么 能解开什么地球的奥秘 能解开什么宇宙的奥秘吗 我们都只看到了皮毛而已 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了不得了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嘛 总有的人会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 对 总有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好奇 总有人会对自己这块土地感到好奇 总是会有不同的人 然后所以就是 就是对外界感到好奇的人 就慢慢研究研究研究 研究到外太空去了 那对自己身体感到好奇的人 可能就研究研究 就会去什么解剖学啊 中医啊什么这种 然后对土地感到好奇的人 可能就会一直往下研究啊 对不对 找到冰城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都会有每个都会有不同的 想要去了解的东西 对但我觉得这个引导很重要 就是这个窍 你开了没开这个事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对他们来说算开窍呢 也许他们觉得网上研究 研究到一个程度就是开窍的呀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常别人问你 你以后长大想干什么 你的回答是什么 那一定是在我所认知的这个行业里面 找一个最觉得最努力的啊 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想想做的是工程工程工程师 你为什么知道工程师这个事 当然是你周围的身边的人是有的 对你很崇拜他们对吧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进程中 我们会选择我们崇拜的这个东西向着他而努力 我们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工程是什么 只不过是这个人让我觉得 对 那个代表人物 我见到这个代表人物 让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你被他开了一个窍 就像你对这个广告你信他了 你被这个广告开了窍了 你就特别信 就好比卖保养品的 好比一直卖一个生活用品的 你觉得哎呦这生活用品真的特别的好 这保养品真的对身体特别好 吃了盐盐益说吃了咱咱咱咱 你被他开了窍了 你觉得这样子就是 就是你从办一个东西就算是开窍了是吧 对啊就是你信了 就跟为什么说信则有不信则无的 这东西就是你信了你会 你才去买嘛 你才会去使用嘛 都是都有这个所谓的开窍过程 包括我们 这就开窍 对想以后想要干什么也是一种开窍过程 我觉得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这个窍开的都有点 wack 要不为什么我们的毛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生育系统越来越 因为所有人都说要结婚生子嘛 要传宗接代 这是大事 不然人类就要灭绝 人类可能被被病毒灭灭了 人类可能被小行星灭了 人类可能被地球变暖灭了 人类可以被灭的方式太多了 对啊 被自己灭了都可能 被自己被自己灭 我们现在就是在被自己灭 对啊 我们毛越来越少了 我们也不打算自己生孩子 借助科技的力量生孩子 以后你都没这技能了 就像大熊猫 他不能自己繁育 他得要人工受精一样 你越人工受精 他越不会 他越不会生 就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越 仰赖外头的科技 对你的身体 或者对你的思考方式干涉的话 你这个技能就越退化 就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做算术题 就是古代的人都是 心算的 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用电脑打字 对 你都不会写字 不会写字 这件事情是最直接的 就你会想想 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写 这个字是什么字 你可能都会想不起来 对 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这些技能 全都是我们这个肉身绘的 好比写字 好比算术 为什么说心算的 以前人都心算的 像大人没有计算器 连个家里成竹都算不到一起 就是我们慢慢慢慢被我们生产的这批东西代替了 对就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 会写个字都算是工艺家 对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原本应该开发我们自己自身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交给了机器 交给了计算机 交给了手机 交给了电脑 交给了所有的那些工具 然后我们就变得越来越退化 是我们解放了双手 解放了双脚 解放了脑子 我们现在都甚至不用思考了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扔到计算机里 计算机算完就好了 然后呢 就跟人工受精一样 以后我们就不会计算了 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手了 手越来越愚笨了 脑子越来越愚笨 脚也越来越愚笨 我们在进化还是在退化 好好想想的 对 我们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我们以为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科技 来代替我们原本强大的身体和大脑 我们越来越不用运用我们的大脑 小灰人是我们的未来吗 小灰人是我们的未来吗 在本身上是我们的世界大脑 一定是我们的玻璃